零时间2月12日 中国女足全体成员正在酒店进行隔离 那同时水经家指导也会带领球队继续训练 将女足在亚洲杯系列赛上 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依巩固 毕竟中国女足问鼎亚洲只是一个开始 她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在世界杯的舞台发光发亮 那么夺冠凯旋的女足姑娘们 也是接受了很多媒体的一个专访 其中就包括球员楼家慧 王小雪 张林燕和这个教练水行侠 而他们在采访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可以说是让球迷感悟深受 首先楼家慧在央视的镜头下 是痛哭流泪 职业落选假秀权 东京奥运会名单一时 差点是让自己告别了职业生涯 而张林燕则是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能够入选国家队完全是因为水 指导了解女足 最后用身体帮助女足守住一球的功臣王小雪 在采访中也是山下泪下 非常委屈的说出了想要好好表现 不想继续被球迷吐槽 那么通过这几位球员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咱们能够完全感受到 他们对于成绩 对于荣誉 对于为国效力的那份初衷 那份渴望 对吧 而女足这种敬业态度 真的是值得男足队员去好好学习 比如在比赛落后的情况下 拿出顽强的拼搏意识 抱着一定可以追为比分的一个态度 在球队输掉比赛时 能够产生一种这个 这个着急上火的情绪 那近来是拿出比其他球队多200%的努力 当一只球队具备这么多优秀品之后 我相信这个成绩也会水到渠成 达到一个理想化 对吧 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李肖鹏之后 需要去帮助球队提高的 那么对于李肖鹏这位教练 国足目前是这个踢了两场比赛 因此我觉得大家不能一口否认他的指教能力 更不能用下课两个字来评价他 而且李肖鹏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基本是不会下课的 具体的细节是根据网上近日报出的足协 曾定的一个目标有关 其中内容明确指出 国足阶段性的目标的截止时间是在2023年 要求则是达到亚洲一流水平 所以说陈旭员最少会让李肖鹏带罪 执教到2023年 而2022年的亚运会很可能就是李肖鹏的生死线 那各位亲密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